当他人恶言相向时 我们该怎么办 人们常说 说话是一门艺术 说话是一门学问 可我更觉得 说话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直接呈现 是一个人涵养学士教养 胸襟格局 以及社会能力的体现 因为说话做事 是人在社会上的基本活动 可以说人的一生 就是由一言一行积淀而成 所以往小里说 说话学准的高低好坏 直接影响一个人在职场工作 社会交际 以及家庭生活的好坏 往大里说 孔子曾有一言以心邦 一言以丧邦的说法 可见要把话说好 已经不是一门学问那么简单 而是一场实实在在的修行 因为没有良好的品德 很难说出让人舒服幸福的话 《荀子荣辱篇》中有这样一句话 与人善言 与人善言 暖于不薄 伤人以言 身于毛脊 由此可见 与言的力量有多强大 有修养的人 说话绝不是怎样伤人 怎样说 怎样让人痛 怎样说 现实中 我们或许能克制自己 不与人恶言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难免会遇到 对我们恶言相向的人 此时我们该怎么办呢 是距离力争 针锋相对 还是沉默不语 在此 紧救家庭生活中的 夫妻抗言 力举一二 我是一个大打咧咧的人 做事确实不大仔细 因此 我爱人对我 纵是百般挑剔 各种看不顺眼 比如 我下班带单位安全帽回家 他就瞪着眼说 你真是不嫌苛逞 恐怕别人不知道 你是干啥的 给他盛饭 不是嫌多就是嫌少 碗也嫌我刷得不干净 菜摘得不干净 面对他的挑剔指责 我既委屈又寒心 每每都是针锋相对 以牙还牙 因此家里总是充满了 唇枪舌战 像我和丈夫这样的家庭 不在少数 更有甚者 我家楼下超市老板娘的老公 好喝酒 还经常骂人 有一年 大年初一晚上 他老公喝了点酒 对他破口大骂 他一气之下 就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几天后 老公去了他娘家 进屋也没跟娘家人打招呼 直接问他 你到底回不回家 老板娘一时面子下不来就说 我不回去 你这个态度怎么跟你回去 结果他老公说 不回去拉倒 你永远也别回来了 面对如此野蛮强势的老公 相信老板娘也是吃了不少苦 家 是伴随我们一生的地方 如果充满了争吵 和叫骂 就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了 面对强势 或者挑剔的另一半 很多人郁郁一生 也有的不堪忍受而分道扬镳 其实 事情或许没有那么糟 一切事情的发生 都不是偶然的 今生 能够相遇 相守 也必有其一定的姻缘 正如俗话说的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一切的事情都不离因果 所以要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即使找到自己的不足 并真诚改过 而不是非要争个高下 如此只能激化矛盾 即使他真的无理取闹 我们也应该明白 他之所以如此对我 当时过去是 自己曾经如此伤害过他 今生不过是还自己欠下的债 所以他指责时 不必急着针锋相对 他叫骂时 也不必一味委屈 因真诚忏悔 自己对他曾经的伤害 等他心平气和时 再温言以对 好好和他说 同时还要默默关爱他 帮助他 总有一天我们的真诚和包容 能打动他 因为这同样是因果的道理 不断重善音 恶缘终能转为善缘 彼此的冤结也就解开了 作为修行人 这更是我们修行的一部分 不仅平时要好好说话 还要心胸博大 小事不计较 大事不责难 随时提醒自己 不被外境所牵 不执着 不挂爱 以平常心看待一切逆缘 以慈悲心 善言 对待伤害我们的人 感化他们 接纳他们 化恶缘为善缘 乃至增上缘 让世人真实 感受到学佛的好 感受到学佛人的好